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5月7日,星期四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白宫啊,经常举办这个简报会 就是他们所手里面掌握的一些个情况呢,跟大家交流一下 告诉说,就是白宫每天做决定呢,是基于哪一些信息 以及呢,他们都做了哪一些决定 另外呢,美国的白宫的网站上呢,他也会公布一些 他们所掌握的一些信息 其中呢,有一个栏目,它叫West Wing Reads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美国白宫西乡阅读啊 就是他们做一些决定呢,就建立在他们所得到的一些信息上 那么我就是发现呢,在他们的西乡阅读里面呢 有这么一篇报道或者是文章 我觉得他们呢,如果说他基于这一些信息来做决定的话呢 难怪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决定 还记得前几天呢,我跟大家报道了一下 就是呢,美国就指责中国 说在这次疫情当中呢,中国囤积抗疫物资 说在中国呢,疫情爆发以后呢,中国开始囤积物资 说中国的口罩出口是减少了是70%多 中国的防护服,然后出口减少了什么30%40% 然后还有呼吸机减少了是百分之,也是 反正都是在30%,40%,50%,70%吧 比以前,比上一年的出口呢,是大幅的减少一个百分比 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吗?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当时做一个视频说哈,这种指责完全是无厘头 尽管呢,中国官方出来回应了这个 中国的官方还说呢,中国今晚发生了疫情 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发布一个命令说 就跟台湾似的,台湾还记得吗 在一月底,武汉封城之后 那迅速的,台湾就做出来了一个反应 台湾就出来了一个命令说 从今天开始,在未来的一个月当中 台湾禁止出口口罩 当时呢,就有一些台湾人 在大陆工作或做生意的那些人呢 他们本来是希望说 因为中国这个疫情一爆发呢 在大陆买口罩就成为了一个难事了 确实有的人呢,可能会多背一些 因为我本人也是啊 那我以前呢,可能我家里面就不会背这种口罩 背口罩干什么呀,我又不戴口罩,对不对 但是呢,这疫情爆发 我可能也会买个三五十就放在家里面 那你一个人买三五十放在家里面 十个人就买三五百,一百个人三五千 对吧,你这一个城市 你就得买这个好几万,然后上百万千万 就很快,这个数字就积累起来了嘛 中国有十四亿人 那口罩肯定是不够了,对不对 那台湾那些在中国大陆工作或者做生意的人呢 因为春节的时候要回家过年 就以为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而且以为这个疫情呢,只是在中国大陆爆发 那他们那会儿呢,就打算说 哎,我利用回台湾过年的这个机会呢 等我回到大陆的时候呢 我就多戴一点口罩,以防万一,对不对 那台湾呢,又做出来一个具体的规定 说,当你回到台湾以后,你再离开的话 每个人你所携带的口罩呢 好像是不能超于是二十还是几个 反正是就很有限很有限的 限制这个口罩离开台湾 他的这一项规定啊 当时他绝不是考虑到说 这些口罩我留下来自己用 当时呢,他就是想给大陆呢,制造麻烦 好,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 中国呢,就是说 并没有像台湾这样做 说,我现在发生疫情了 口罩,防护服,还有护目镜这些东西 一概不准出口,中国并没有 但是客观上呢 因为大家都需要那些供应商 就供应当地还供应不过来 那这个出口呢,他肯定就减少了 但是,因为之前他应该是呢,都有合同的 对吧,因为你没有疫情的话呢 像口罩这种东西 还有这个防护服这种东西 在医院里面,他也是一个日常的用品 对吧,他不会一下囤积很多 因为都有日常的一个消耗 就保持一定的库存就得了 所以呢,如果他从中国进口 他应该是也是一个持续性的进口 那和中国的商家呢,他肯定也有合同的 那和中国商家有合同的 中国并没有规定说 哎,你这些商家从现在开始一概都不准出口 没有这个规定 应该说呢,那些商家如果和国外有合同 他们应该是还在继续履行合同 但是呢,美国呢 我跟大家说 前几天我就跟大家做了那么一个报道 那今天呢,我就在他们这个 West Wing Reading上 Read West Wing Read那上面呢 我就看到他这个报告里面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美国国安部门 分析并且得出结论 说中国在早期的时候呢 他们隐瞒了疫情 隐瞒疫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要隐瞒疫情呢 有两个目的 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为了囤积这个医疗物资 另外的一个呢 他后面还会说 说是中国就是为了让这个病毒 传染到全世界 给世界造成这种大流行 然后他们说呢 中国呢 就是为了囤积医疗物资 所以他向这个世界隐瞒了 让这个世界呢 没有警觉 等于说 这真的是胡说八道 说中国这么做呢 完全都是故意的 然后他们说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随着呢 我们对中国的谎言加以记录 我们就发现这几个月以来 中国的这谎言呢 现在是pile up pile up呢 就堆积起来了 中国的谎言呢 就堆积起来了 我们呢 并不吃惊 中国的谎言堆积起来了 但是呢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分开 你看这就是 美国的这个报告里面 给白宫阅读的报告里面 这么说的 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呢 他具体就说了 说中国呢 他这些谎言都有什么呢 他列举了一下 首先这谎言呢 早期的时候是关于这个病毒呢 是不是人传人 中国呢 是骗这个世界 告诉这个世界 啊不人传人 然后让你们呢 不知道这个病毒呢 有多厉害 好这是一个 说中国撒谎 然后第二个呢 说中国还把这个 Whistleblower Doctors 请听清楚啊 Whistleblower Doctors 附属啊 他把那个吹哨的医生们 投入监狱 哪个Whistleblower Doctor 投入监狱了呀 就被西方人呢 老是在炒作的李文亮 对吧 那是 那是 就是中国 等于说 处理最重的一个 对他进行的训诫 其他的人呢 就只是打个电话而已 根本就没有说 还投入了监狱 你说 你要是给白宫 就输入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 白宫的那些政客们 他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吗 他们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说第一说中国隐瞒的人穿人 第二呢 说把这Whistleblower Doctors投入监狱 然后第三呢 是拒绝WHO的这个专家呢 到中国去 然后还拒绝美国的CDC的专家们来看这个中国的信息 中国的早期信息 就是我昨天所说的 他们要看什么中国的那些工作日志 这些都是一些个内政问题 你凭什么来检查我日常的工作呀 对不对 不是透明不透明的事 你凭什么来检查我的工作呀 那我现在到白宫去 说川普来来来来 你把你的这个工作日志拿出来给我看一看 那川普能给我吗 那要不能给我的话 那我就能指责他说你不透明吗 真的是 还说呢 然后就说中国呢 停止检测 和把检测的那个样品呀 destroy的 毁坏样本 说中国呢 让有一些人 就让他们全世界去travel 全世界去到处去旅行 然后呢去感染别人 故意的感染别人 还说呢 然后中国呢 还埋怨这个世界呢 禁止旅行 然后又说呢 中国拒绝 国际的科学家到武汉 又说呢 中国把那些个坏的 试剂盒呀 口罩啊 设备呀 卖到全球去 那意思是中国是故意的 说这个世界呀 必须是尽快的 严厉的来惩罚中国 惩罚中国对这个世界 对中国的信任的这种背叛 说中国背叛了这个世界 对中国的信任 现在呢 已经给美国 说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造成了七万多人死亡 有很多人呢 没有死的那些人呢 也受着这种病痛的折磨 然后成几千万的人呢 现在失业 给美国呢 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 也给全世界 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篇文章呢 建议白宫说 应该马上呢 提供政治避难 提供这个豁免 提供资金 来支持 所有的人 来给他提供 所有知道中国这个武汉实验室的情况的 知道武汉的情况的 知道中国政府这个隐瞒事实的情况的 所有的这些人 给他们提供政治庇护 给他们提供豁免 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说呢 肯定中国现在呢 是会不让这些人离开中国 但是呢 美国应该让这些人都知道 美国呢 是支持你们的 你们要想办法离开中国 来到美国 听到了吗 那些可甜美的 那些可想去美国的 把美国当成天堂的 美国在向你们召唤呢 你们只要是去了以后呢 胡说八道 然后美国呢 就愿意听你们胡说八道 美国呢 从来就愿意听那些人呢 胡说八道 给他们避难 我不知道美国呢 到底是心黑呢 还是人傻 那些个什么法轮功啊 还有什么基督教啊 还有什么计划生育啊 还有拆迁啊 那些所谓的说 受到中国迫害的 实际上在中国活得好着呢 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迫害 包括法轮功在中国 谁理你们呀 对吧 只有你们这些法轮功 天天骚扰别人 谁理你们呀 对吧 然后到美国说什么 活摘你们的器官啦 然后在天安门广场 烧死你们 那个烧死是他们自己自焚的 他们不承认 当然他们不承认是他们自焚的 说是什么共产党给他烧死的 然后就到美国呢 去骗美国人 然后美国人就给他们政治逼顾 我不知道这是美国呢 是利用了这些人呢 还是说他们就傻 就相信了这些人的故事 或者是这两方面其实呢 都有的 那王立强那种大骗子 到了澳大利亚 对吧 澳大利亚当成宝了 到后来呢 中国的盖 你说这是骗子 他们还辩解 他们还不愿意相信他是骗子 或者是就为这个骗子辩护 说他就不是骗子 他们就心甘情愿的 受这个骗子的骗 那你们愿意受他的骗子 就去骗去吧 对吧 付出钱 给他们钱 就这些人呢 就这个报告啊 就建议白宫这么做 你说那白宫 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这里面还提到了说啊 说这个蓬佩奥呢 已经做得很好了 蓬佩奥呢 已经是在各种场合 increasingly increasingly increasingly就是 不断的加大他的力度 来告诉这个世界 说这个病毒呢 是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中国的实验室 然后这个报告里面就说呢 虽然说还没有证明 这个病毒呢 是来自于实验室的 但是呢 蓬佩奥现在已经是 向这个世界不断的 让越来越多人呢 他相信这个病毒呢 是来自于这个实验室的 蓬佩奥呢 前两天 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是那么说的 就是他们前两天 那个记者采访 蓬佩奥的时候 就是基于这一个报告的 因为蓬佩奥呢 就跟那个记者就说 说这个病毒呢 就是人工的 不是天然的 然后那个记者呢 就说 不是那个报告里面说 他们不认为是人工的吗 就是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说了 说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 virus is manufactured by a weapon 就是说我们不认为这个病毒呢 是这个人工的生化武器 他不认为 但是蓬佩奥那天又说呢 他说是 是人工的 然后呢 这个记者就说 不是那个报告说 里面说的是 We don't believe 我们里面不是说 我们不相信吗 然后那个蓬佩奥就 赶紧又改口说 对 我们不相信是人工的 真不要脸 他就是来自于这个 跟这个相呼应的 他们呢 就是贼喊抓贼 他在这里面呢 说 我们不相信呢 这个病毒啊 是这个人工的一个生化武器 或者是中国呢 故意的把这个病毒放进去的 他不相信 他说 但是 但是中国呢 故意隐瞒 故意向这个世界隐瞒 故意让这个病毒呢 感染全世界 或者呢 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或者他们的次要目的 这个报告里面说 真的胡说八道 他说 中国呢 持续的 恶意的 向这个世界隐瞒真相 本身就证明了 我们没有上他们的道 说我们呢 应该团结世界上 其他的国家 来共同对抗中国 正是这个报告 就这么一个报告 你说 他们 这个白宫 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这里面最明显 最明显的一个错误 就是 说中国的那个 VSO Blower Doctors 已经进了监狱了 说中国把医生 抓到监狱里去了 这是一个 最明显的一个 然后就说 这个中国是 囤积这个物资 这是非常非常荒唐的 非常荒唐 白宫呢 每一天 手里面 都拿到这些个 荒唐的情报 你说 他们如何能做出 正确的决定 他和中国之间呢 他是不敢 对中国进行热战的 如果中国弱小的话 就跟伊拉克似的 对不对 他没准 都会对中国动武 想当年 对伊拉克动武 就是建立在一个 假情报的基础上 现在呢 他们白宫 仍然每一天 在他手里的这些情报 有大量的情报 都是假情报 刚才我所读的 这个就是伊丽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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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